第十六题 在一磁针的两侧等距离处 各放材质相同的一螺线形线圈 在未通电流时 指针指向如图所示 则当K1K2均按下 则磁针将如何偏转 这当然需要用到电流磁效应 要用到安培右手定辙 我们看到左边的线圈 由电池的正负极知道 我们的电流是从我们的前面 向后面往上绕下去 我们摆了安培右手定辙 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线圈的左边要升的是N级 右边要升的是S级 S级会吸引N级 所以把N级吸过来 那么我们的右边的线圈 跟我们的左边线圈 基本上我们的正负极方向 跟残绕方向都一样 所以我们的比的方式也是一样 所以就变成我们这里的 左边这里是N级 右边是S级 那么N级跟N级会互相排斥 所以会把N级赶过来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两个的作用的方向是一样的 都会使我们的N级 向逆时针方向偏转 所以第16题的我们答案 要选的是C 逆时针方向偏转 我们要请同学注意的事情是 即使我们的右边的线圈的电流方向变相反 也就是这里的会变成S级 它会把N级吸过来 我们的答案仍然不变 还是会逆时针方向偏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电流磁效应 这个螺线管的电流磁效应的大小 跟线圈密度有关系 而我们左边这个线圈密度比较大 所以它产生的磁力比较强 所以它就会 我们这个 如果就算我们右边变成 所谓的S级也在吸引 那么我们左边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 仍然会使它向逆时针方向偏转 也就是说第16题 只要我们左边的图 如图所示没有改变 那不管我们右边的电流方向 是如何流动 我们的指针 都是逆时针方向偏转 我们下转了